林非凡当然知道太云化学院的要脚了 批马英九 再度向人民宣战 为什么呢 因为政坛传出 这样一话会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虽然总统府否认 这是改革还是再次向人民宣战 林非凡说 请问两岸服贸协议 货贸金刚提的 货贸贸贸自由经济示范区 财政政策的方案 桃圆航空城 哪项不是前江内阁力推的政策 这些不正是台湾公民社会 极力阻挡的吗 再问一次 马英九你究竟是要改革 还是想再次向人民宣战 马英九认为这些就是改革 林非凡认为这些是反动 是向人民宣战 那要不要做 你现在不到立法院 他现在到立法院 这个政策 林非凡都是要再度向人民宣战 那如果说连立法院都不通过 马英九就直接用行政命令 要行政命令就过了 那会怎么样 我简单再讲一段话 我觉得让让国民党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如果我讲了不对 请公参考 地球上面 当当政党政治200多年之后 许多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 号称第三势力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稳定的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都是短暂出现 第三势力最后要不然就是泡沫化 因为他们都只是第一势力 第二势力的失忆政客的伪装 或者第三势力如果他壮大了之后 从来没有第三势力去取代第一势力的 如果国民党这种保守政党是第一势力 他都是取代第二势力 换成第三势力的出现 最后他壮大了之后 都是把原来的第二势力泡沫化 你以为林非凡吃掉民进党 那像林非凡他们这些的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的 我觉得可以去审视一下 就是他们的主张符不符合台湾未来长线的需要 他们虽然除了年轻以外 我觉得他们的灵魂之狼 他们的学术腔调之封闭之守旧 他们所有的就是说国际经济的论述 都是70年代的那种中南美洲依赖理论的论述 所谓的这种的新自由主义 都是在抗拒整合 今天当台湾所有的外在环境 大家都在进行大规模区域整合的时候 台湾现在的心态跟北韩差不多 你认为这条是对的 你认为今天做这种主张的是反改革的 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口号喊得更想 包括现在的郑文燦或者是说 这个柯文哲都在谈谈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行工程的问题 你大可以对他们反应 我觉得国民党作为一个保守的政党 我想保守是国际政治的主流价值 从来没有一个保守的政党 因为捍卫自己的价值 即使偶然失败 但从来没有被终极取代过 重点在于你一个保守政党 你知不知道你在保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守些什么 好刚刚讲到林非凡 他马英九认为的改革 林非凡认为这是向人民宣战 那到底是你要马英九做什么 他认为这是改革 这本来就是价值观的对立 那当然他可以站在对立面 那你看林非凡他们 或者是一些环境团体 或者是居住争议团体 他们其实一路上就站过来的 那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在哪里 在中间吗 我们其实跟他们有距离的 所以你们站在国民党跟 什么样的距离 譬如说他讲的 决商团体中间 譬如说他讲的服贸条例 货贸协议 自由经济师范区 这些民进党是有自己对案的 他们是都不要了 那民进党是认为说 反正应该是监督条例先过 然后我们在于那个服贸 我们服贸是有对案的 而且在学运时期 我们对案都拿出来 我们要修哪几条 我印象中是修11条了 总共有11条 所以我 那这种态度 他们未必能接受 因为他就是零 那会不会像 谭顺先生讲 后来你们被他们吃了 郑运柏这样好 郑运柏被零非凡吃掉了 你本来是民党里面的 小生年轻人被他吃掉 本来是民主政治 会不会 你们担不担心 不会担心这个 因为 在区域立委的修宪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修宪的方向 当然还没有整合成一套 但是多数都希望说 应该要让这个制度 不管是在国会还是议会 应该要让这些 第三势力以外 四五六七八都没有关系 他们有机会可以进得了 就是降低 我们希望他们有空间 降低立委的门槛 我们希望他们有空间 所以我并没有在对立面 但是我们的确是跟他们的 有落差的 据说航空城好了 我们也不是零 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做 但是郑文燦的方案是说 如果地主不同意 那我们就 像你会分享这件事 他到底要做什么 通通不要做就是 对 他们其实分很多块 那每一个团体的主张也不太一致 那现在看起来 但是他们 我认为他们必要参政的话 不是只有脸书 不是只有政论 我认为他们要跳下来选 其实我一直在觉得说 地方组织金 这上苗栗补选 其实我当初在县长或县议员的时候 因为苗栗大概是这几年大补的事件 那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从那边开始的 后来什么运动都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应该进入苗栗县政府去监督他们 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下来的话 跟民进党一起选 你也有席次 我也有席次 然后 然后未来立委 我认为他们也会参选 那他们参选也应该会在这几个地方 苗栗啦台北 台北有文宁院嘛 他们应该下来 可是好像他们内部都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定性说 我要怎么去处理